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今年的最低点反弹超过20% 也就是说正式进入了技术型的牛市 对的 你没有听错 在经济和通胀还是一团糟 以及经济衰退明年即将来临的情况下 道琼斯指数以工业行业股票为主的周期性最强的指数竟然进入了一个牛市 的确非常难以置信 不过看到这样的走势我们肯定是非常开心的 因为最近的反弹也帮助我们频道将年初开始持有的核心股投资组合的总亏损 终于缩小到了个位数 因为其中我们持有的Raytheon雷神公司和Caterpillar 这两只道琼斯指数中的股票都已经累积有了将近20%的盈利 只不过整体投资组合仍然被持有的两只科技股拖了后腿 如果最近的趋势能够延续下去 科技股继续反弹 那打平的希望可能就在眼前 我们拭目以待 那今日反弹的背后正是因为我们迎来了本周的市场焦点事件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华盛顿的布鲁金斯学会就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前景发表了演讲 结束以后 在市场看来 鲍威尔整体的态度是相对鸽派的 在上期视频中我们说过 其中一个可能性是在周一周二连续下跌两天后 周三消息发布 靴子落地 反而出现反弹 但说实话 如此大幅度的反弹绝对是没有想到的 如果只看市场的反应 可能会以为鲍威尔公布了停止加息 甚至开始减息的好消息 但实际上并没有发生 鲍威尔只是重申了与现在市场共识基本一致的态度 那股市为何出现了这样剧烈的反弹呢 本期视频我们就来深入地看一下 鲍威尔究竟说了些什么 以及市场中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也欢迎朋友们在评论区分享 您认为这是大牛市的开始 还是又一次华尔街又多的伎俩 然后再次割韭菜 那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今日也肯定了市场近期的预期 也就是在12月我们将迎来比之前幅度小的加息 市场目前所预计的是加息50个基点 但是他依然认为抗击通胀的进展依然是不够的 而且再次警告市场 在通胀出现真正好转的迹象之前 货币政策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紧缩 他说到尽管近期通胀出现了一些好转的迹象 但在完全恢复价格稳定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而且加息和缩表这些政策举措 通常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完全进入到金融体系中 因此随着我们接近足以压低通胀的政策尺度 放慢加息步伐是必然的 根据CME的数据显示 在此前连续四次加息75个基点之后 市场早已经预计有65%的概率 美联储将在12月加息50个基点 但目前未知的是 在那之后也就是2023年开始以后 美联储会怎么做 现在市场预期的是在2023年下半年将开始降息 但鲍威尔今日反而警告说 在通胀出现更明显的消退迹象之前 收紧政策将继续存在 具体来看他说到 鉴于我们在紧缩政策方面取得的进展 放缓加息步伐的话题 远不如最终要加到哪里重要 恢复价格稳定 可能需要将政策维持在收紧状态一段时间 而且历史强烈警告 过早放松政策会出现问题 所以我们将坚持到底直到工作完成 而且鲍威尔还强调 短期的通胀数据可能具有欺骗性 他需要看到更多更一致的证据 比如说他提到 美联储经济学家预计 周四即将发布的也是央行最关注的 10月份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 将显示通胀年增长率为5% 这将低于9月份的5.1% 但仍远高于美联储2%的长期目标 所以他屡次强调需要更多的证据 才能够证明通胀实际上正在下降 以任何衡量标准通胀现在仍然过高 依旧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他还补充到预计终端利率 也就是最终美联储将加息制的高度 将高于此前9月的预期 当时美联储预计终端利率将达到4.6% 但现在美联储官员普遍认为将达到5%以上 市场预期是在5%到5.25%的范围内 而要知道在这两个数据点之间 之前的10月通胀数据是好于预期的 所以很显然鲍威尔以及美联储官员们 在这期间并没有变得更加鸽派 反而是变得更加鹰派了 那在开始下一部分之前 也想再次提醒会员朋友们 我们的会员圈也还在不断的更新中 除了每天的市场总结和焦点事件的分析以外 也刚刚更新了最新一期的大V建股汇总 总结了建股成功率在70%以上的分析师 和自媒体在本周最新强烈推荐的股票 另外还更新了本周的内部交易汇总 总结了在上周增持自家股票的高管和董事会成员 往往内部人员加仓股票是非常强烈的信号 因为他们拥有我们散户无法接触到的内部信息 非常值得在选股时进行参考 那除了以上这些可操作的股市情报 我们也不断地制作新的会员视频 提供专业性的科普类内容 帮助朋友们打造更加成熟的投资体系 我会把加入会员圈的连接放在介绍栏 以及置顶的评论中 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了解一下 好 让我们说回正题 在宏观经济展望方面 鲍威尔表示 作为通胀爆发核心的供应链问题已经有所缓解 尽管第三季度GDP增长率仍为2.9 但总体增长已放缓至低于趋势的水平 他预计明年住房通胀将上涨 但随后可能会下降 但是目前劳动力市场仍然紧张 目前职位空缺人数对可用人工的比例 已经从2比1下降至1.7比1 显示出了初步缓解的迹象 但仍远高于历史的水平 所以总体看起来 首先鲍威尔今天的讲话 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好消息 基本上都是与市场之前的预期是一致的 也就是12月加息50个基点 但终端利率高于此前的预期 基本上都是预料之内的 甚至鲍威尔今日多次强调 投资者不应该关注短期加息的放缓 应该更多的关注终端利率 也就是明年将要继续加息的幅度 这听起来或许还是有些鹰派的 那为何股市对鲍威尔的警告 视而不见 依然出现了如此大幅度的反弹呢 今天的反弹在一定程度上 是一种缓解性的反弹 也就是说此前许多投资者担心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今日会对最近放松的进入状况 采取最鹰派的大锤 所以很多投资者采用了各种各样的方式 提前去做空大盘 结果今日鲍威尔的发言 只是和此前的预期一致 没有进一步的加大鹰派的力度 所以直接打消了此前市场的担忧 自然也就从紧张的情绪中 短暂地走了出来 而且因为此前太多人做空了 又造成了一个逼空的情况出现 因此就发生了如此大幅度的反弹 在途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高盛所统计的一组被做空最多的股票 今日都出现了剧烈的反弹 引领了整个市场 反映了大量逼空行情 当然我们都知道 这种逼空所致的反弹 大概率只是一个技术型反弹 并不是一个股市转向的信号 因为实际上基本面并没有发生变化 但这也再次让我们看到 市场中只考虑基本面和技术面 很多时候都是不够的 尤其是在今年这种猴市中 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 会引起奇怪的波动 这也使做短线的波段更加的困难 另外今天非常有趣的是 虽然美股出现了大涨 但VIX风险指数仅回落至20的位置 也就是上周五已经达到的位置 但要知道 标普500指数现在是高于上周五的位置 这也就说明了 虽然股市涨到了一周以来的新高 但VIX风险指数却没有创下这一周的新低 而只是与上周五持平 那这自然就透露了很多信息 比如说这说明了 这绝对是逼空所致的反弹 而非真正投资者对风险进行了重新评估 只是把周一到周二这两天 因为鲍威尔即将发言积累起来的紧张情绪消化掉了 所以相比上周五虽然风险没有明显的变化 股市却涨到了一个新高 或许这也预示着这个趋势很难延续下去 不过今天这波反弹也帮助标普500指数 短暂突破了200天的DMA这个关键的技术阻力位 如果能够突破并且站稳这个位置 我们将持续看到一波技术型反弹 那假设接下来这真的会发生 这也再次与我们上周介绍的 此前摩根史丹利首席策略师所预测的 在明年第一季度下跌之前 12月份美股将有一小波所谓的圣诞季反弹 而且虽然鲍威尔今日屡次强调了终端利率的风险 但市场依旧完全不买账 甚至不相信鲍威尔所说的话 因为我们在市场预期中可以看到 终端利率的预期已经跌至5%以下 与鲍威尔所说的完全相反 而且投资者也提高了对明年下半年降息的预期 那这次市场是过于乐观了 还是提前预判了鲍威尔明年的政策 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但根据年初至今的多次教训来看 每当市场跑到美联储前面时 他们都会找机会出来砸盘 因为过于乐观和浮躁的金融环境 和美联储的政策是相对立的 所以他们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情况出现 所以我们接下来还要密切关注这个风险 因为美联储官员们随时都有可能出来砸盘 或者如果12月即将发布的 11月CPI通胀数据不如预期 那也会有同样的效果 再次戳破市场对终端利率过低的期望 以及明年更快减息的期望 那因为鲍威尔今日的发言不仅导致美股大幅反弹 也产生了很多连锁反应 比如说美元指数也大幅下滑 这对鲍威尔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因为美元的走低会推高大宗商品价格 并导致进口价格再次开始上涨 虽然美联储不关注或评论美元 但鲍威尔知道他需要美元走强 才能让金融环境进一步收紧 所以实际上这也不是他希望看到的 而且从整个11月的角度来看 美元已经大幅回调 甚至这是09年5月以来 美元指数表现最差的一个月 同时因为投机情绪的回暖 比特币也在今日突破了17000的位置 创下了三周以来的最高水平 总之不难看出市场整体又乐观了起来 尤其是我看到近期我们视频的评论区 可以说大部分的观众已经开始非常乐观了 很多人表示将要或者已经加仓了 那我的态度还是没有变化的 短线投资者如果您有这样的信心和能力 当然可以做波段 但作为长期投资者不妨再等一等 不用担心错过这一点点回报 现在这个环境求稳的回报 肯定要大于现在就跳进股市的风险 股市中虽然永远没有绝对的事情 但我们能做的就是从长期投资的角度出发 选择在相对稳妥的时机入场 好 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看到这里了 也一定记得给我留下一个赞和评论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多谢观看